哈嘍,大家好 這次要來做不插電木工 教大家做五種不同造型的手機座 只要你願意拿起句子 不怕手痠,不怕流汗 一定都能完成喔 由於每種手機座都只需要小小的木料 我會建議大家使用餘料或回收木料製作 依據手邊木頭的樣貌 調整尺寸及修改造型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準備句子 限句,直尺,捲尺,鉛筆 想提升製作效率的話 可多準備一把鑰刀 其中兩項作品會用到電鑽 有的話也可以先準備好 再放一把鑰刀 可以再放一把鑰刀 再放一把鑰刀 再放一把鑰刀 先放一把鑰刀 把鑰刀 切成這樣 再放一把鑰刀 停一把鑰刀 大蒜 製作時要注意 不要選用太短的木材 否則手機放上去 很容易往後倒喔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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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款是我最喜歡的 很輕鬆就能完成 成品打個孔就能穿在鑰匙上 方便隨身攜帶 水 如果手邊有斜角度的木塊 搭配8厘米木丁 鑽兩個孔就能完成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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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獲得極目工藝最專業 最詳細的影片分享喔 然後炸好多汁 鍋麟 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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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 也起해도只 powin 汁 加冬 砰麦 黄明 也要 dejar 要掉 serves 出来 像冻 沢山 成熟 油 在滚开 炸到十分钟 炸一张 炸一张 黄酒 Generation 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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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与大蒜 海鸡蛋 鱼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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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醬汁 倒入鱿汁 黄香 骨汁 骨汁 冰糖 這一款做起來稍有難度 但也是最穩固的樣式 卡榫式組裝 還能接著電源線 非常適合擺在辦公桌使用 五種簡單的DIY木頭手機做 自用正理兩相宜 初學者也能輕鬆製作 大家都學會了嗎? 現在就拿起句子開始製作吧 吉木公益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記訂閱與分享 我們下次見